2022年8月31日 在国际社交媒体流传着一条贴文称 台湾无人机自马山观测站 飞至脚宇解放军基地 2022年8月31日 一位台湾网友就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发布贴文 文字信息是 台湾无人机自马山观测站 飞至脚宇解放军基地 并附带脚宇坐标 和一条1分22秒的视频 视频的第一个画面配有白色字幕 金门马山观测站飞到福建省脚宇的视频 整个视频都是以无人机视角进行的航拍 在画面中可以看到一栋建筑物 无人机越飞越近 建筑物上空的五星红旗也清晰可见 同时还可以看到 两辆机动车停在建筑物前的广场上 建筑物前方有篮球场 大约有十余名军人在此集合后 迅速解散并跑步行动至建筑物内 我们从贴文内容中主要能够提炼出两个信息点 一个有效的信息呢 是这个贴文给出了脚宇的坐标 另外一个有效的信息是他说 这个是台湾无人机视角所拍摄的脚宇岛的画面 这两个信息是否准确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有效信息的准确性 贴文中文字信息给出坐标 24.554348 118.403606 这是不是角宇的地理坐标呢 将此坐标进行验证 弹出一个搜索结果 我们能看到此坐标的定位是在海面区域 而地图中可以看到脚宇岛所在的位置 通过两个点位 可以看出贴文中坐标位置和脚宇岛的地理位置略微有些差距 将地图进行放大处理 我们能看到金门岛马山区域离脚宇距较近 直线距离只有1.8公里左右 因为没有飞行轨迹 我们无法确定视频是否从金门马山观测站起飞 拍摄到了脚宇岛的画面 贴文所附的视频内容会是脚宇岛吗 我们在互联网上以脚宇为关键词进行搜索 可以看到很多介绍脚宇的文字和视频 浏览这些信息 并对这些信息进行比对 我们并未找到台湾这位网友所附视频的原始处处 那么如何辨别贴文中的视频 是不是脚宇岛的画面呢 在视频中 一个白色的三层楼房最为明显 屋顶有三个凸起的部分 中间凸起部分类似一个阁楼建筑 并隐约能看到一个旗杆 上面有红色旗帜 如果以此建筑作为参照物 是否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呢 在众多介绍脚宇岛的视频中 我们看到2012年央视网的一则视频新闻 视频是关于脚宇岛解放军驻军情况的介绍 我们可以看到一栋类似台湾网友所发的视频中的白色三层楼房建筑的画面 而这个建筑是解放军驻脚宇岛的营房 2017年11月19日 中国军事网发布的一篇报道中 配图也有一张营房的照片 照片中的营房也是白色墙体和红色屋顶 目前我们能够确认的是目标视频当中的这个建筑 与脚宇岛营房在2017年时候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2017年之后呢 这个营房有没有变化 目标视频指向近期台湾无人机飞来脚宇岛 能否证明视频发布时间的2022年8月底 脚宇岛的营房就是视频当中所看到的这个白色墙体 红色房顶的建筑呢 2021年在澎湃新闻的一条关于脚宇岛的报道中 我们找到了一张脚宇岛新旧营房对比的照片 右边新营房的照片可见一栋三层楼房 与此前我们找到的脚宇岛营房建筑外观一致 但是建筑涂装颜色发生了变化 而我们再看最近的一条有关脚宇岛的介绍 是2022年8月22日央视新闻发布的视频 视频中也出现了一个同样的三层楼房 整体外观一致 楼顶三个突出建筑物体的位置和外形 也同目标视频中的一致 通过图片和视频的双重印证 我们可以看到 桥宇岛驻军营房外观涂装为迷彩色 与2017年的白色楼体红色屋顶涂装不同 可以确定的是 桥宇岛的解放军营房 最晚于2021年时 外观涂装已经不是红色和白色组成 而改为了迷彩色 那么台湾网友发布的这则视频画面 与2017年桥宇岛画面匹配 视频也只能是2021年之前拍摄的桥宇岛 并非是2022年桥宇岛最新画面 2个月 2022年桥宇岛就会了解放写 1023年桥宇岛都会了解放写